杠 杠 你杠骂你 上期视频说 延时性这个把握2.8 一周委屈镜头 就因为那个表题 就有人跟我杠 说没有平义 没有师父的 只有那个扶养腰白 这个叫挑 挑他 不能叫一周镜头 还说吗 说戏人怎么怎么 戏人是妈呀 天天拉戏的人 咱中文博大精神 那些鸟语 它没有净准的词汇描述 所以只能特别直白的 就把这个镜头的功能 给你写出来 就叫名字了 一周这两个字 就包括了镜头广周 八个方向移动的特性 那个戏人呐 这个Tilt Shift Lins 其实就好像咱们管飞机 叫Fly Chicken 你说我这么分析的 对吗 刚才开个玩笑 大家别介意 当然只有真正的大师 才一下子就找出了 我视频里唯一的口误 就是我说的那句 一周改变的是胶平面 而不是景深 严格来讲 摇摆 俯仰改变的是胶平面 而平移是用来改变取景范围 以及校正变形的 但话说回来 摇摆就不是一周了吗 今天这期视频 主要是上次有朋友发弹幕评论 说焦点对战 跟一周可以得到差不多的效果 其实并不然 这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今天 我来给你分享一下 这两者不同的效果 和不同的适用场景 首先第一点最明显的区别 焦点对战获得的是 图像画面内部所有内容 均有很强的细节表现 这么一个结果 而一周镜头 是通过抚养或者摇摆 改变胶平面的位置方向以后 仍可以在图像内 胶平面以外的地方 保留虚化的效果 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特性 创造虚化效果 而突出主体的这种内容 这就是普通镜头做不到的 第二 一周镜头可以通过shift 也就是平移镜组 来校正变形 这也是普通镜头 通过焦点对战 无法实现 这也是上期视频 讲延时星的时候 有朋友争论 一周镜头定位的原因 因为延时星852.8 这颗镜头 它是没有平移功能 只有抚养和摇摆功能 一周镜头平移功能 还有一个用处 比如你拍摄一个 镜面反射物体 咱们就说它是一面镜 然后你从正面拍 你会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对吧 镜头就把你照进去 但这个时候 你可以将相机架偏一点 然后通过shift平移功能 把构图再拉回去 你就可以拍到 没有反射到自己的镜面 而大家熟知的 小人过效果 微缩景观 也只能算是 一周镜头的浮力功能 你见哪个地毯甲方 要求把空间摄影 拍成微缩景观呢 对吧 总结一下 一周镜头最大的两个作用 就是改变焦平面的位置 Q的 也就是说咱们上次的 这个摇摆抚显功能 和校正变形 shift平移功能 而焦点对战的作用 只有一个 就是获得细节丰富的 全景深画面而已 这两者的区别 你记住了吗 好好记得 下次键盘的时候 你就不会露窃 毕竟建设也是需要学习的 看过我的视频 建设肯定都能更进一步 因为分享所以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